各位兄弟姐妹 大家安眠好 一百万人是走路有风了 我们讲天无恶志 国无恶君 一个天空一立太阳 一个州一个首长 一个国家一个国王 但是一百万人是走路了 一个州两个门队不是 一个州两个speaker 一个州两班行政议员 一般是合法的 一般是Jetak Rompak的 一个Mantri Bersa是名选的 另外一个Mantri Bersa 是从Banko岛游水做Najib的潜水亭 走澳门进来的 所以虽然马六甲的人 你们的首长叫做 他爸爸给他名字叫做 Dato Sri Muhammad Ali Rustam 但是其实他已经有新的名字 Dato Sri Muhammad Ali Rustam 因为他之前不是小弟讲的 巫统几律剧讲 一夹路一拍路一 所以不可以竞选巫统俗理主席 不可以做副首相 但是不能竞选党制 就可以做马六甲首席部长 这个Lori Gustam 是整个马六甲人 共同的耻辱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两个首长 两个speaker 两班行政议员 都要感谢一个人 就是蒙古女鬼的男朋友 我都没说他们 人都笑他们 警察讲不可以讲吗 我只是讲他的男朋友 走不了 我都没有讲谁 所以 我们本来4月3号 哗哗哗哗 跨到马来西亚 终于引来了 巫统神话 Ra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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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首相 Najib上台 4月3号 整个马来西亚 TV1 TV2 RDM RDM RDM就播一大堆现场 转播Najib 他那边拍马屁的 敲锣打鼓的 全部拿到哪枪 要杀向Buget Gantan 跟Buget Slumber 要拿下这两个Buget 来做首相的见面礼 好像嫁女儿的聘金这样 Najib那时候 几威风 新首相 新希望 新效应 哇 都跟我们人家说 几百个顶事 哪里 那时候 小弟在Buget Gantan 班达到Sri Mahmat Niza助选 哇 国政级好了 每天晚上 晚上有免费餐吃 Auntie早上不用去巴萨买菜 有空在家打麻将 因为晚上天天吃免费的 吃完免费的 还有show可以看 派米 派钱 派脚车 但是现在的人聪明了 派钱 派米 派脚车 拿完之后去投票 月亮代表我的心 派钱 浓重 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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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倒下面 免费的 迪国有 越亮就是迪国有 迪了国有就好些 不然好像沈童青现在风势痛 就是没有迪国有 所以不管怎样 两场补选 都比较多 而且收出票 明年增加了100% 从1500增加到3000票 这次是纳吉 一点都不及 我告诉你 是马来西亚开国52年来 国阵在补选 从来没有连连败的 就是纳吉做首相 国阵补选连败四场 好像Livarport打Manchester 4比0这样 4比0 输得了 他只能够在哪里赢 在沙拉瓦没有电 没有水的地方 乌入的地方可以胜罢了 因为那边人民没有办法 给他威逼利诱 在马六甲他就不能了 所以4比0 他就感到非常北宋 没有新首相效应 出动到老马出来 千王之王老马 出来帮他站台 证明老马现在是苏拉瓦巴拉瓦 是从前用的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买来买了 老马出来输得更惨 拿进上台 没有新首相效应 这是过去50年来 从来不曾发生的事情 大家如果记得 1982年老马上台 哇 那时候国阵 打反对党 打到兵败 如山岛 落荒而逃 尾巴架起来 到处跑 82年 我们霹雳州输到 剩下一支火箭 2004年 阿都拉布大会上台 虽然他是布大会 他说布大会也是很会 2004年 赢九十几巴仙 我们隆重斗嘎了了去 哪里在Najib 2009上来 一点效应都没有 好像漏水的火箭 这样 西比空 西比空 Najib感到非常无病 他的顾问就安慰他 跟他讲 他都睡 不要紧 这个补选不了 明天晚上带你去 Happy 马来西亚有最世界第一的 F1赛车 4月8号有赛车 你去主持开幕 放松放松心情一下 那就说 OK了 哇 4月8号 早上本来 天空万里 万里无云 Najib一到 哇 狂风 狂风暴雨 他一来 每个人买300块 38块 58块 全部买票 要去看 Louis Hamilton 要去看 放松 跑那个F1赛车 落罪 全世界F1赛车 只有一站跑到一半收工的 枉费哄哄东 就是马来西亚 然后那些衰毛 不给甘荡衰一败了 这个衰仔来的F1赛车 害那些300块500块买票进去的 出来之后到处问候别人的妈妈 那这些阿尤阿尼不行了 马来西亚我没力 要去找巴猪钢 play play 一下 他就坐飞机 做 Air Asia 9块9罢了 飞到曼谷要去参加 东南亚峰会 跟这个中国总理温家宝喝功夫茶 顺便跟东南亚最 handsome的首相 阿比西拍照 因为他要说一下 他要说一下 我是最新的领导人 要大家认识一下 他到机场 整10万人来迎接 我真的很感动 在马来西亚都没有人这样欢迎我 他突然间以为他是刘德华 这么多歌迷到曼谷机场 欢迎欢迎那些到来 后来他的顾问讲 看好了好像不像 全部穿红色衣服的 而且手上好像有拿石头臭鸡蛋 没有花 那就看一下 哎呦 几百人没花钱了 原来是一百十几万人 到机场去示威 示威到东南亚峰会 历史上第一次 半毒而废 还没有开幕 就闭幕了 那就从国内 碎到国外去 我看你们马六甲的兄弟姐妹 全部都是不爱国的 听到国家领导人 这样没病 这样下水了 还这样欢迎 证明什么 得明星者得天下 证明那些不得明星 对不对 这名人的拉曼神话 就要应验了 那就就是最后一个巫统首相 下一届大选 马六甲 改朝换代 让巫统做反对洞